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游戏叫做 宝宝学垃圾分类 这是一款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游戏 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游戏 它是以我们现在最当红的 动物明星园仔为我们的主要故事主角 这边我们一开始可以进来像这样的巴士 我们主要下载的游戏会在上方订阅进来 我们就可以进行游戏了 这边其实它有一个很方便的按钮 就是一键下载 一键下载我们可以下载它所有的游戏 这边我们巴士站又分为3-6岁 以及1-3岁的学前教育游戏 又分为不同的类别 现在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游戏 今天的游戏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到垃圾分类的方法 也可以教导孩子们怎么爱护地球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会有像这样子的动画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明说保护地球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也可以按下右下角的这个键 快转 然后选择我们的垃圾分类就可以进行游戏了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选择关卡 然后点击进来 那每一关都会被锁住 然后呢我们要一关一关进行解锁 才可以往下面的关卡进行喔 那每一关卡的不同啊的难度就会增加 一开始呢我们会是简单的类而已 那就将类全部丢到垃圾桶 进行分类就可以了喔 那当然啦关卡越多的分 我们要分的类别就越多了喔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保特瓶啊 塑胶类啊 还有铝箔包那些的都要进行做好分类喔 再来呢下一个关卡就会变得更多啰 再来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部分的垃圾处理 垃圾处理啊它这边总共有三种 纸类、保特瓶以及危险的部分 小朋友休息一会再来玩吧 那这边呢其实这个游戏很贴心 就是当你玩太久的时候啊 它就出现了这一个东西 它就提醒你说 你看荧幕的时候看太久了喔 休息一下再来玩吧 那我们也可以就再点击回来 然后选择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要 可以教导孩子说 保特瓶啊某些东西需要去除掉 然后将多余的水倒掉 然后变成空的保特瓶 然后之后再把它丢弃喔 再来呢 纸类这部分啊也是要做清理的喔 然后将同样一类的啊 折好放在一起 就先先收起来 然后纸箱必须拆开 然后叠好绑起来 这样子分类就算完成啰 今天的游戏啊 是不是别有教育意义啊 各位爸爸妈妈 赶快去下载这款游戏 让孩子们学习怎么做垃圾分类喔 喜欢这款游戏的朋友们 也赶快按下影片下方的官方下载 去下载这款游戏喔 那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